好 直播各位观众 早安可以看到呢 我的背后有不少的民众一大早呢 就已经来到新北的运动中心游泳来运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如果您有出门的话 就会发现 怎么搭轻轨又或者是来到了新北的运动中心 全部都是免费 为什么 因为就是新北市政府 为了庆祝林玉婷 台湾的全级好手林玉婷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顺利的夺下了金牌了 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活动 所以不管是您今天是在新北搭轻轨 又或者是来到了新北的运动中心 进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游泳或者是体势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也实际来访问一下现场的民众 你好 早安 早安 今天来到这边有发现是免费吗 有 我在LINE里面有看到朋友LINE给我 他说免费 那你知道为了是为了庆祝林玉婷多精彩吗 是 为过真光 那想问一下 因为接下来一个礼拜嘛 如果是来到新北的运动中心 游泳划都免费 那你们觉得会不会对你们来讲 常游的话还蛮不错的 很好啊 我们是天天来游 那有加入新的成员进来更好 更快乐 更热闹 好的 可以听到民众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 那么包含呢 像是新北的轻轨 又或者是这个淡海安坑呢 都是免费搭一天的 那么其他呢 运动中心还有博物馆 是8月12号到这个8月18号 有一个礼拜是免费的入场的 而且新北市政府呢 也将8月12号定为林玉婷日 还加码了300万的奖金 因为这15年来 林玉婷真的走得非常的辛苦 如今用血和勇气拼出台湾的骄傲 真的是新北之光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清新时间画面 交款棚内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